用红豆来养花好处多多 利于植物的生长 叶片更油绿 花儿呢更加的鲜艳 我们呢可以将这个红豆放入容器中加水进行稀释 浸泡四个小时之后 这个红豆呢就开始发软了 发软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红豆放入炸汁机中加水去给它打碎 打碎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红豆水来摇 来这个浇花了 可以呢让这个植物的叶片呢更加的油绿 可以让植株的根茎呢长得更加的这个粗壮 叶片呢也是更加的鲜艳 开花呢也是啊更加的红艳艳的开花更多 这个红豆水中呢 它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这些微量元素对于植物的生长呢 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长时间用这个红豆水来浇花的话呢 可以让植株的状态越来越好 家里呢有这个发霉的红豆啊 或者说是招虫的小红豆呢 千万不要再把它扔掉了 我们呢就用它来养花好处多多 这个还非常的实用 喜欢的话有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